流言 流言 流言当头 流言 流言 流言当头 流言当头 只有感觉 流言 流言 流言当头 无 无 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源短缺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呢 就是他们在地底下产生了一个化学物 再加上另外一种元素叫做甲元 就能够通过这两个微生物 加上这个甲元菌的组合 能够产生一种有机能源 当然这样子的有机物资源呢 它生产过后竟然可以有这个帮助分解辅植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有些东西呢 比如讲像我们的石油 汽油 这个天然气等等 都是一些它早期被压缩在地底下 经过很多年 可能有包括像这些微生物的 把帮它俯视过后 然后被压缩在高压高温的状况下 才能产生出来的 但是如果它能够加速这些过程的话 包括可能有一些不能腐烂 或者是很难腐烂的东西呢 有了这些有机物 它反而可以加速它的腐烂过程 那对整个环境也许会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我们说污染环境 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一些东西 它没有办法分解 所以它就一直残留在那一边 就不小心 比如说你丢了这个塑料袋 你丢进海里 那海龟还是什么东西 不小心残上了或吃了 它就没有办法在它肚子里面分解 甚至可能会让它们窒息 或者套在头上等等 这些问题都存在 甚至你可能把它埋在泥土里面 它可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它会流 怎么说呢 融入到这个泥土里头 然后甚至渗透到 海水里 这个也会破坏整个环境 所以我说当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它被发明出来 或者发现 甚至可以大量的证明说 它真的是对分解 腐蚀有作用的话 那我相信它对我们这个环境是有帮助的 就是双重的帮助 不只是腐蚀这些 我们可能不要的东西 而且还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能源 简单说就是我们可能 未来能够多一种自然能源 就除了太阳的风 风力发电之类的这些 可能还多了这个细菌的这个分解方式来产生能源 那么也许对我们的这个环境会有更大的帮助 但是说到环境这个课题 最近就有一个研究发现 就是因为全球的这个经济危机 或者说就是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经济的危机 所以在有些国家就因为这个经济危机 而造成当地的一些物种 一些动植物 因为这个经济发展的减缓 这些物质都不能够大量的开发 或者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废物 都没有流到这个森林里面去 所以就造成有些生物 它们的这个生育率 或者说就是它们的数量 开始慢慢的回升了 其实这样子新闻听有趣的 我看到因为就是 它证明了一件事情是 事事无绝对 凡事都有两面的 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展的好呢 那可能对另外一方面 它可能是一种危害 但是当反过来说 如果某一些生物或者生命 它受到了一些威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对另一方面 它是好的这个事情 就像现在刚刚说的这个情况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环境 应该不只说环境 应该是我们的生活 如果是经济放缓 我们生活就少了很多活动 而这些活动包括开发活动 或者是发展的这种动作 就减少了 那既然减缓 那自然你就让这些生物呢 有更长的时间可以生存下去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暂时性的现象 因为人类发展呢 永远是不会停止的 它只是可能 你该说暂停了 你说的用我们用的字是什么 叫放缓 放缓的意思不是说完全停止 所以我说他们 对 他们只是暂时获得可能多几天 或者多几年的这个寿命而已 的确 在这个篇报道里面 这个研究报告的 人的确是有提醒到 不要因为这个数量有增加 就感到兴奋 或者说就觉得 已经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污染 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就是刚刚说的 就是暂时的放缓 那么在短期里面看起来是不错 但长期的这个发展里面 它还是面临这个绝种的危机的 有些物种 所以就让我想起来名言 就是少了人类地球会活得好好的 但是多了人类地球就活得很惨之类的 这样子的说法就好像变成 就可能人家会把你当成 或者是当成那种叫什么呢 极端分子 因为有些人是 把所有人都杀光 都让地球可以活得好好的吗 对啊 近几年都有一些电影 都是朝这个角度来说 说其实地球会毁灭 主要还是因为人类自己毁灭这个地球 甚至有些电影说 这个外星人看 看不过眼了 所以就来到地球 把人类全部毁灭来拯救地球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看法 但是如果地球住不下去了 那也许可以考虑到 搬到宇宙去住吧 搬到其他星球去住 因为之前也是一部电影 是这么说的吧 对不对 这个叫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或者是另外一部 是说什么火星人的 Marshan 对 就在就在一些地方 比如讲那个人 刚好他被遗留在 他是一个考察研之类的 但是他也是植物学家 他就被遗留在火星上 然后他是怎么生存呢 结果他就发现到 原来火星那边 虽然没有很足够的一些资源 但是利用他的一些植物学的知识 他竟然可以把这个马铃薯种了起来 结果让自己可以通过马铃薯 可以延长一些他的这个寿命 是的 我们都常说电影里面的有些这些 这些画面情节都是离我们非常远的 或者说就在未来才会出现的 但是刚刚说的在宇宙种马铃薯 或者说在外太空 就飞地球之外的地方 种植一些植物 已经不算是梦了 因为在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有一名外国 一名太空人 他最近就完成了一项壮举 这个壮举就是在宇宙 就在他们的国际太空站这里 培育了一个宇宙第一朵花 就是在太空站种植一朵花 当然 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 一个举动来的 因为在宇宙中 有些花的 这个他们想要盛开的这个条件 或者说在种植方面 你需要阳光 需要养分 那么在这个太空站里面 你要如何让这个 植物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些帮助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能够种下这一朵花 而且是开花的 就是开的蛮灿烂的 就代表算是技术上的一种突破 那么在以后也许可以大量的 在这个太空站的话 太空种植更多的这些动植物 那么让这些太空人 在宇宙航行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 就是不是备用的食物 而是直接可以生产食物 你刚才提的几个条件里头呢 就是种植的需要条件 主要有三大需求吧 就是养分是一个 这是肯定的 那另外两个呢 就是阳光 还有就是空气 那在整个外太空当中 面对最大的困扰 最大的难题呢 其实是在空气 也阳光的话 只要你有办法 就是绕着整个轨道在走的话 你怎样都会 你看就像地球 绕着整个太阳系 在运转的时候 你肯定一天都有 大概12个小时 平均大概12小时左右吧 其实没有到12小时了 应该十多个小时左右 你都会有阳光的 那同样的情况 如果是绕着在某一些特定的轨道 而这个轨道呢 是某一些时段 你还是可以接收到阳光的话 那种植植物并不是不可能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难题 就是空气 因为外太空本来就是属于一个 接近真空状态的 那是不是全真空呢 根据一些科学家做法 他们好像 我看我曾经看过 就是一些研究 他说 其实你说真空 它某个程度上 它不是百分百的真空 换句话说 它有一些物质 可能是一些气体在里头 但是它未必是 适合植物所生存的一些空气 除非我就说 你在太空舱里头种植 这可能 因为这是空气自己带上去 自己提供的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在于一个 暴露在整个星球的这种大气 或者甚至 他们的这整个环境之下 也许地球上的植物 是种不出来的 当然了 所以这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这些科技上面的这些条件 才能够真正的种植出这些 花草树木的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有一天 你真的是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吧 毕竟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用这些 可能就是代表 这个地区已经要毁灭 我们要离开地区 去到别的星球去了 所以 是好谁说还是吧 或者说就是 它代表着一个科技的进步 同时也是预示着 我们其实正在准备 或者说在担心 这些东西的到来 就希望那上能够成功吧 他们下一步骤就是要想种番茄了 就是如果真的番茄也种了成 那其他的蔬菜 理论上 理论上应该也可以种植成功了 嗯 是 然后看完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边 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 呃 在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 美国已经或者说美国跟西方国家 都决定取消对伊朗的这个核制裁 就之前伊朗有这个核计划 造成西方国家对于它 就进行一系列的制裁 当然 在最近还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谈判好 就是说要取消这个制裁 那么在今年举行 在执行之后的一天之后 美国又在宣布了对伊朗有关的 一系列的新的制裁 这个新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伊朗 有一个弹道 呃 弹道导弹计划 对于这个计划而产生的 一系列的新制裁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 呃 我们常都有谈到这一层的 呃 他们的之间的事情啦 但是美国跟伊朗的关系 本来就比较矛盾 甚至比较呃 曖昧的 对这么说 所以 当伊朗他们自己宣布说 要呃 有一个核协议嘛 对他们跟要遵守这个核协议啊 可能取消一些核 核 核武器或者是 核 科技的研究 那当然美国就要撤销 呃 这样子一个方面制裁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呃 因为现在伊朗呢 他们就有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导弹计划吧 对吧 嗯 这样子的导弹计划 让美国觉得有威胁了 并不是因为有 我觉得并不关系 他们有没有遵守这个 呃 核协议的内容 因为毕竟这个导弹 呃 其实一个国家 他他如果是完全连一个武装装备都没有的话 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的 嗯 尤其是在呃 阿拉伯国家 对在中 这个争议都一直很大 没错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这个国家呢 是完全放弃了这种核武器或者是 好他即使放弃了武器 但是其他方面的这种 比如说呃 这个军事的一些一些计划呢 他们如果没在进行的话 我相信这个国家很快就给人家贡献了 那美国你能帮助得了他们多少呢 我觉得也非常困难 那就是说呃 美国可能是基于一个面子的问题 也基于可能其他的考量 就觉得说伊朗啊 你不尊就利用这个东西了 你你不遵守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就继续对你制裁 嗯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说到这个审夜派跟这个逊尼派的这个斗争 呃 整个伊朗其实属于审夜派这个派系在控制 那么其实对于这一次这个美国对停止和制裁 还造成很多阿拉伯国家 或者说就逊尼派的这个中东国家 都对于美国这样子的行动都很不满 或者说也对伊朗跟西方有这方面的合作 一直感到很不满 那对于这样子 就是刚刚说到的 就是可能他们其实反而更加 在这之后更加需要军事上的发展 来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 当然除了这之外 就是这个呃 这个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呢 呃 虽然说这个新的制裁出现 但是其实和制裁取消的一些制裁 还是让他们有机会在经济上面 可以跟外界有更多的这些呃 交交易 呃 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发表会上面 就演说就是要呃 呼吁更多的外国投资商进来伊朗去投资 呃 去发展这些基础设施 油气的开发 还有更多民航等领域的发展 都是他们现在急需要就是来 得到外国的这些投资的 所以他是在这个发表会上面是呼吁外国进来投资吧 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制裁解除过后呢 确实呃 国内的一些资金他会增加的 因为在其他国家呢 会认为说呃 这个伊朗呢 可能起码有一个美国在罩着 在这同时呢 他们也少了呃 因为当当你少了这样子的制裁 他们也同意不再开发这个核武器啊等等之类的 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可能相对国内让人有一种错觉 应该会趋向于比较稳定和平的状况 但是呢 是不是事实上是如此呢 他他也不见得是毕竟你处在那个整个地区范围呢 他就是一个你四周围的国家都是一个比较动荡的一个国家 那你你能直升至直升呃这个事外吗 我觉得也比较困难 再加上跟美国这个关系 就让他们这个伊朗作品的国家 你刚才也提到了嘛 就觉得不舒服 嗯 在不舒服的状况 我怎么可能看 你你就是说 你这个叛徒或者这个走狗 这样都都会用这样的字眼 所以如果你跟他们好 那你就是我们的敌人 那那他要怎么办 所以所以就是有这种 怎么说呢 也是为难的一种一种局面 嗯 但你说不兴奋 还是有一些人兴奋的 这些兴奋的人就是伊朗的网民 伊朗一些网民 他们是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经济的制裁解除 然后就代表外商来投资 所以就他们很多是希望一些网民 是希望这个麦当劳和这个毕胜 就是披萨哈跟麦当劳 是什么时候能够来到伊朗开分店 那么他们能够就是 似乎他们也是挺向 往这些外国的这些大公司 或者连锁商店的这些快餐文化 进入他们这边 让他们能够享受这些食物的 当然这个是网民的 就是伊朗的网民 有这样子的贴文 但是如果来到更底层的这些民众 就是伊朗更底层的这些平民百姓的话 他们对于这样的这个制裁解除 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受到访问的时候 他们其实反应是非常冷淡的 在他们看来 即使有数十亿的这些美金涌入 但是应该就是会像过往一样 这个钱根本进不到他们自己的口袋 很多都是不相信这样的制裁 或者说经济上面的起步 能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可能都是一个假象 对外来说看起来是个假象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改善 整个不单只是国内的局势 国内的局面 甚至连周边国家 他们也肯定是控制不了 对不对 连自己能控制的这个国家内部 他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那当然就让人家觉得说 没有这个信心 因为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也觉得说 即使美国取消制裁 或者有新的制裁 什么都好 他不会对这个伊朗内部有很 就是民众啊 从民众的这个层面开始看起来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好处 或者是直接得到的一个利益 你看有一些网民 奇怪的是 他们竟然是向往的 就看到麦当劳和披萨哈进来 他们关注的是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上网 就是能够上网的这些民众 对于外来就是西方世界这些文化 毕竟流行文化上面 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西方世界文化 那么如果他们对于这方面 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熏陶的话 也许他们会对这个这方面的文化 其实比较向往 好像还是比较合理的 但我想说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子 你看啊 呃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麦当劳 呃 在在很多这个国家里头 算不算是比较普遍上 可以看到的 吃到的东西 算是吧 算是吧 对不对 因为他的这个文化 快餐文化影响力 已经几乎遍布全球了 嗯 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了 像伊朗这样子 可能就还没有 没有那么普遍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牌子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吗 一个国家内部 对于这样子 其他国家 那么普遍的一种快餐文化 他们是有着 这样子一个渴求 那你能想象他们国家内部的 这个经济状况 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吗 是吧 所以我就说这个这样子的改 算是改善吗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个 很好的改善 也许在短期内看不到效果 但长期呢 我们不知道如何 就等他们 呃 未来有没有一些更大的一个 美国对他们有没有更大的一个 帮助吧